欸欸欸欸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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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娘喂 这位大哥你也帮帮忙 骑车要专心 差点就撞到对象汽车 吓得在现场一起会刊的警察伯伯 也大声提醒注意 但这就是暖暖区暖暖街 衔接水源路这个危险路口 经常发生的危险现况 由于车流量大 又是一个360度的双向回转路口 驾驶人或机车骑士 亦不注意经常造成交通意外 因此市议员李敏勋 特地邀及市政府交通处 警察局交通队 以及三分局等相关单位人员 和暖暖里长陈建新一起办理会刊 决定将在白色潮化线上 加设软植分向感 提醒用路人小心注意 因为双龙桥 然后下去的时候 两侧的车速都非常快 然后回转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装这个 然后请他们来会刊 双龙桥出来的民众 不管是骑车 不管是开车 那有些会有回转 要往暖西国小方向的这个 这个需求 那也有可能是从暖西国小方向来 然后要那个左回转 进去到那个 我们这个双生土地公庙 那这边车流量其实蛮大的 那车速有些也挺快的 那所以说 会时常发生那个大小零星的这些车祸 那所以说里长强烈建议说这一块 之前我们其实我们在早在上半年度 我们就办过会开 那原本是先把潮化线加长 那想说可以 就是大家会遵守那个潮化线的 那个标志标线的这个指示 来做这个办理 然后来做这个通行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 还是会直接就是跨越到那个 那个潮化线上面 然后回转时常发生车祸 那险下还生 非常危险 这是我们今天还特别在邀及的 这个相关单位包含交通队 交通处跟这个区公所 还有里长这边 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会开 那希望说在这个 潮化线这个回转的潮化线上面 来定制这个软植的分向感 那希望说有效的来做一个分向的区分 那希望说大家在回转的时候 除了放慢速度 那也按照这个软植分向感的这个区分 来做一个回转 那多看看 然后我们就可以那个减少一个车祸 市政府交通处方面也预定 在10月中旬左右 设置好软植分向感 搭配现有的反光镜 希望可以更有效减少 这个路口的交通意外事故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